一点的歌吧 谢谢谢谢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游戏频道 这首歌送给大家 送给所有的选手 以至我们的导师 还有长期 都忘了调后老师 都清楚了 现在你们小时 刚爱 我就活活一点了 做的 by bwd6 像蓝蓝天空上的白云飘飘 像美丽花儿一切冷掉 远远的船来那首冬脸的歌谣 那瞬间逃遂让人自然味道 我打打几成把耳上你奔跑 打发水泥泡停热海角 汪汪的太阳变了撕裂的火谣 那瞬间你飞翔的彩虹上舞蹈 燃烧 我为你燃烧 燃烧 春天的美妙 燃烧 只为你燃烧 燃烧 爱熊熊炫耀 我打打几成把耳上你奔跑 打发水泥泡停热海角 汪汪的太阳点亮思念的火谣 要用和你飞翔的彩虹上舞蹈 燃烧 我为你燃烧 燃烧 春天的美妙 燃烧 只为你燃烧 燃烧 烧 爱熊熊炫耀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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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烧 燃烧 燃烧 善烧 燃烧 转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首歌我觉得我唱怕了 啊 好了 这就唱完了 歌的名字叫燃烧爱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 还有扣得66 好的 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飞儿剑 那么江湖上 好了 我就不用说人了 那么 好的 那么江湖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得了所有的歌曲 也不是所有的主播都能驾驭得了电风扇 刚才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飞儿女神长发飘飘 所有的关节都在彰显着青春的活力 和歌曲的爆发力 那么今天我们的几位选手 可能也怀着很多很多的求知和学习的精神 那么来到了我们的六系频道 那么更有五位幸运的选手靠伴 那么他们有幸对我们的女神进行提问 那么怎么样演唱歌曲更加的投入感情 怎么样表现自己的张力 能够更让自己的情绪融入歌曲 来表现歌曲本身的真谛 如何让自己的声音绕梁三日 余音不绝 那么现在就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提问嘉宾 那么接下来将有五个问题 有些问题将是 他们内心彻夜难眠 思索无解的问题 来有请我们的女神为大家一一解答 那么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提问者 来自我们的沐依 来有请场库对沐依进行连卖 沐依来自毅然 异宝大战队 多米娱乐工会 有请沐依耍着登场 有请 哈喽 啊 菲儿老师好 听得到吗 我看外了 可以的 菲儿老师好 我是沐依 我呢 据了解 菲儿老师在赛事 就是方面非常经验丰富 直播四年了 最佳金牌女艺人 年度盛典公会赛 在大家小小的比赛中 都拿了很好的成绩 然后大家都就是 预示界 赛事界的黑马 我想问的问题是 您印象最深的比赛 是哪一场 在比赛中 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 才让您脱颖而出 最印象最深的 可能他们 他们就可以跟你们说 了解的很透彻 别吵着 那就是 一几年的年度了 16年吧 应该是16年的年度 对吧 排位赛 哎呀 是年度不是排位赛 停 停 应该是16年的 就是那个时候抢票了吧 自己家的军团 应该 那个时候应该要 平均在线人数 三百到五百人吧 就是不直播的情况下 会有很多人去抢票 那个时候还是很团结的 那个比较 印象比较深刻 最后的时候刷出了 应该是 免费票刷出了 将近一百多万吧 一百多万 很团结 那个时候 哇 嗯 我 我就问到这 然后 又不耽误时间了 没事了 没事了 谢谢 谢谢菲尔老师 没事没事 我觉得吧 就是其实比赛 不是特别重要 重要的就是 那种过程 和那个滋味 好像有点干巴巴的 嗯 好的 这个我们的 木医小朋友 临时改变了他的问题 问了一个半疑问 半夸奖的形式的问题 其实我木医小朋友 想问的是 如果我没财团 想去菲尔姐的直播 叫巴财团 菲尔姐会不会建议 啊 好的 不会 不会的 哈哈哈 那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这个二位私聊 没事 欢迎来到 期待 好的 那么欢迎 木医来到 这个我们 菲尔姐的频道 那么下面 有请我们的 第二位 嘉宾 来自我们的 李念尔 进行提论 同时 主持人 也希望我们的 李念尔能提出 一些大家想听到的 比较简单的问题 来有请 你好 你好菲尔老师 你好 好开心 好开心见到你 是这样的 我私底下 就真的是 关注影片当时 特别喜欢 就是你在 就是在直播的时候 就能歌善舞的感觉 就我完全 就是在比赛也好 自己直播之间 完全放不开自己 就是我就是 看到老师 在有特别 千千万的粉丝 然后的话 就是在粉丝管理 这一块 也是一种技术 就从我直播 就是主播角度来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平时你呢 是怎么去管理 就经营自己的粉丝 还有这些大个人 其实说管理和经营 倒不说 跟他们去相处 因为可能有些东西 还有感情也好 就是跟现实一样 跟朋友一样 用心的去接触 但是吧 这个心带分 怎么说 分怎么去用心 它 它是属于 无私的帮助你 给你做了什么 假如说 他假如说 没有太大的能力 去支持你 会有 三样 你低点 就是 他们会帮你 叩个字啊 感谢啊 这些大哥呢 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 去天天在你直播 有的时候 来的时候 会给你穿点小礼物 有活动的时候 帮你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跟他们拉近之间的距离 多多的去沟通 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 交心 而且我觉得走心吧 比较 跟他们并不说是管理 可能管理有的时候会跟他们 能接触到管理层面的东西 也就是属于他们有什么事了 找管理 管理完了来找我 这样的 他们都属于放养的 他们的比较团结 自己的凝聚力比较多吧 可能我的直播间有十个人 十个人会传染到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会传染到一千个人 直播间的气氛 我不算不直播的情况下 都公平都特别活跃 那种 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就是我感觉你每一次直播都赚得特别特别好 但就有的时候提不上心 我就偶尔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那我就觉得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窄 把所有的精力可能就我的直播时间非常短 你的直播时间是多长呢 我是两个半到三个小时时间 那可以 把你们所有的精力还有动力都挥缩 缩到这个24小时播就播精华 不要去说太延长这个时间 让大家每天会有一个期盼的东西 来期盼 哎呀七点了或者几点了 哎七点飞儿直播了 我们好多人都在拿个小本顿一样的感觉 去坐在那等我 呃 直播间里面就说 哎呀不要踩我的脚啊 不要急我呀 哎老大今天穿什么衣服 就很多人去那种 去带动直播间的那种气息就特别好 对 谢谢谢谢 谢谢菲尔老师 感谢你 好的 那么感谢我们的来自化社的理念 那么我们的菲尔老师说话 就是这个言解一概啊 那么总结一下就是让粉丝爱上你 那就是先让自己爱上粉丝 让他们感觉到你的爱 他们自然就会爱上你 那么YY不是管理 YY是一个团结三宝爱的地方 而爱此时此刻并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传染病 一传十十传板 一板传一千 大家一起打碰天 这就是军团 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菲尔老师 也感谢我们的李念儿 Ladies and Gentlemen 游戏我们的第三位来自我们的小汪峰 珍惜你的机会 来游戏我们的小汪峰 请开麦 她是没有开麦吗 还是我卡住了 我开了开不好意思 菲老师我想问一个 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个 我想问一个问题 应该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 Pick计划 你所有主播想问的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新人主播 然后就经常会陷入一个瓶颈的怪圈 就是有些游客进来了 但是他马上就走了 这种怎么才能改进这种问题 那就是要做直播内容 再一个 你第一步就走错了 没有来七彩 这样有人带会很方便呀 你知道吗 连连迈呀 就是不连迈的情况下 就是你们别笑 不好意思的 就是没有人带的情况下 因为他可能粉丝会来回的走 他会搜索 这个主播什么样 一传可能粉丝 自己粉丝都会传 再一个就是直播跪在坚持 直播内容 不要怕留不住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是考验你的心态 心态 所有的高楼不都是 万丈高楼平地起吗 慢慢来 别着急 做直播内容就好 谢谢飞老师 慢慢来 别着急 好的 那么这个 现在我这个 我现在作为这个飞儿姐肚子回虫 我问一下这个小汪峰一个问题 飞儿姐说你第一步走错了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汪峰金牌 到期后多长时间 看看还有没有弥补的机会 好的 那么现在有请我们的倒数第二位提问选手 来自我们的小五 来有请我们的小五 请联线 首先 飞儿姐好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好 我呀就是说实话 特别冲动 不是特别激动 第一次跟飞儿姐什么零距离的接触 真是的 我真是的 我是一个来自那个基层的这么一个 就是一个主播 在主播界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真的 所以说实话吧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 就是就是那个 直播间来了一些黑粉 就是他们就是 不按套路出牌 往我脸上这扔超鸡蛋的 撇白的啥 在这脑脚心 然后就语言就攻击我 哎呀这段时间 我昨天晚上做梦 我跟黑粉打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给我累的 我不擦我 累的 我就感觉腰间盘有点突出 所以说实话 我的问题就是啥呢 就是几个粉解决 比方说 当你遇见黑粉的时候 就是说就像我似的 那脸比高 包裹还黑 说那人 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真是这样子的 完了首先我 跟我们班续上的主播 先点点关注 他心态就会弄好一点 首先哈 黑粉攻击呢 是一是找存在吧 可能是一个存在感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吧 可能 一种什么呢 可能就像 有不喜欢你的地方 但我觉得你不应该去理会他 就应该多跟喜欢自己的人沟通 多给一些粉丝空间 让他们就是喜欢你的人 有一些的发言权 完了 慢慢的 不管是黑粉 好像他们有一定的发言权 去理解你 有的时候还是会黑转白的 我的很多粉丝 基本上都是骂我 很多骂我黑粉啊 什么这种呢 而慢慢变成我的甜口粉丝 他们就属于一把枪 或一把刀 你把他们握住了 它就是你手中的武器 你要不服谁 他们就直接上了 谢谢 谢谢飞 而且 这事的 最后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临时加的 这事的 没事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 我是今天特别高兴 也特别感谢歪歪官 能给我这么个机会 这事的 就是能加个好友 好啊 那你把你答案 私聊给我 我答案就是 就一个二 能简单 那你不是就给你加暴了吗 别别别别别别讲 就就就就一个二 咱加个好友 可能是厌制都是缘分 是吧 我挺珍惜这次机会的 没有歪歪官方给我提供这次机会 可能是很难 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 好的感谢我们的小吴 好嘞 谢谢谢谢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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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火车标给我报了 来 把火车标给我报了 一个一个短视频非得拍层连续去 你一个直播间说你好好的啊 好像一个大姑娘没穿衣服在大马路的时候 你们别看啊 我找我嘴下你 你也是YY上期间为止第一个被黑粉干到腰间盘图书的主播 你很优秀 好的 好的我们的飞儿节也是这个来者不拒啊 这个在YY上也是人缘非常的好啊 人品过硬啊 一般上新中国提出要求都不会拒绝 脸小 好的 那么现在有请我们的最后一位啊 有请我们的包股 来 有请掌控 进行电线 好 麦系教官的包裹 哈喽哈喽 大家好 菲尔姐好 啊 好激动呀 好紧张 平时非常 我也非常喜欢菲尔姐唱的歌 每次在那个酷狗里面 我都会 我都会令 就是那个 搜菲尔姐的名字 然后下面全是菲尔姐的歌嘛 然后就拿来听 非常喜欢菲尔姐 觉得 从YY这一路走来 非常不容易 然后也 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那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那个 菲尔姐请教一下 就是 作为咱们那个 主播来说的话 就必须要打造自己的风格嘛 然后现在网络主播那么多 如何我们 就我们如何去打造自己的一个专属风格呢 嗯 那就是属于定位 定位自己的风格 坚持 横之一九就 做出自己的一个风格 但是 呃 我们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比长处 一定要自己擅长什么 完了 去 擅长什么 完了 再去精化一点 它就成了自己的风格 而且多看别人 吸取别人的优点 结合到自己的身上 把别人的优点缺点 像拿个表一样列出来 完了 一一的 啊 如果你一一的列出来之后 你就把咔一刀切 咔的优点 哎 都归到你这里 完了 集合到你的身上 吸取到你的这个 呃 大脑里 或者是你的歌曲啊 台风啊 或者什么 这就是你的东西 但是不要一一 单一的去模仿任何一个人 如果你模仿任何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 应该是活在他的影子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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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是 还是坚持吧 找自己的一个风格 就好 谢谢 啊 好的 谢谢菲尔姐 谢谢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 能提供我菲尔姐的一个 你 好了好了 我说到这里 我的问题就到这里 谢谢 这个问题好像我们的包裹 没再听明白 这 我们的菲尔老师的意思就是 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 发扬自己身上的优点 啊 学习并不是可以的模仿 模仿会丢失你自己的本性 说不算 就加油这完事了 好 那么 女生们先生们感谢我们菲尔姐的分享 那么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的 我们相信这个很多用心的主播 那么从我们的菲尔姐的分享当中 都能感受到满满的这个干货啊 这个干货 大家喜欢这个菲尔老师的话 一定要记得点点我们菲尔老师的观众 那么如果还想近距离的接触 叫嘉宾的八卦啊 或者是赛事的进程 可以关注我们六七频道的新浪微博 YY67金牌组和微信公众号 YY娱乐节目 随时随地捕捉最新动态 那么伴随着我们的大卡的鼓励 伴随着我们菲尔姐对我们五位选手的答疑解惑 那么是时候公布一下我们十到一名的A组晋级名单 享用粉丝的号召 那么A组选手我们将一一请出视频和大家见面 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菲尔姐